您知道世界有哪些天人气电厂 与当地居民融合得很好 且有助地方发展吗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有哪些城市电厂 美国加州帕萨蒂娜市的葛伦纳尔电厂 是座落在高级住宅区的电厂 改电厂2017年并更新为新型发电机组 持续供应当地所需电力 电厂周围5公里约25万人 对街就有三所学校 距离500公尺有一座大型区医院 而周围的社区是加州富人区 前庭、后院游泳池是当地社区的常见特色 附近非常繁华 有个行商店 现在我就是在 巴查丁娜这电厂这边 它的对面 巴查丁娜电厂对面 对面的环境就是住宅区 就是很漂亮的住宅区 这个就是电厂 这里就是另外一面 Gate 4 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面向 电厂的另外一个面向 然后现在在这边拍 你看看 然后它周遭的环境呢 就是我说的 这里有Art Center 离Art Center就很近 离这个艺术中心很近 日本柳井发电厂位于柳井市郊 该是被誉为用来闲逛散步的城市 柳井是施赖户内区域的繁荣的海港市 是一个人保有过去繁华气息的传统古都 该电厂除采最先进科技来达成高效率运转外 并不以余力地推动环境保护 蹲轻木林等工作 而与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柳井市和谐融合 成为四名重要的休闲场所 这是南亚热电厂的入口 它的正对面是住着几万人的蝶湖湾小区 然后它的南面是新陈域和湘邑子郡小区 圣洛哥电厂是新加坡最大的发电厂 坐落于新加坡北区的三八旺 规模约与台湾的通宵电厂相当 南面1.5公里处就是三八旺人口密集住宅区 有许多大型住宅社区与学校 而北面距离1公里则为马来西亚新山寺的居住区域 整体电厂周围5公里内约有60万的人口 长生电厂位于桃源四路族区 周边5公里内约有居民6万人 该电厂位于繁忙的台15线旁 附近的竹围区域有竹围国中 竹围国小 哈海湖国小等学校 还有海口运动公园 彩虹棒里球场 为该地区提供了稳定的电力 现在所在位置为高雄市前镇区 南部发电厂大门口 南部发电厂周路以高雄市大都会区 共设有四部燃区步行玩区局 燃料为天然气 总发电装置容量约1120MW 哇电厂正对面就是住宅区 好热闹哦 约550公尺有前镇区施甲国中 约650公尺有前镇区施甲国小 南边约200公尺有高雄近贸园区 约800公尺有孟姿代大型货物商圈 约900公尺有高雄市地标85大楼 从以上城市电厂案例来看 只要电厂在营运过程中 采取适当的环境保护和健康安全措施 应可确保居民的福祉 与地方共存共荣 持续发展